好 上半场的比赛是由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来中圈开球 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是本届的东亚杯比赛男足的第一轮 中国男足国家队是首次亮相在本届的东亚杯比赛当中 上半场其实还是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 在场上实际实现出来了 如果从球队的整体实力来分析的话 无论是韩国队还是我们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日本队 都肯定比这支中国队的实力要强大很多 所以场上出现这种优劣的分别 应该提前大家都有心理上的准备 中国队进攻的时候是一个343 防守的时候541 基本上场上的进攻主动权会被韩国队所掌控 中国队今天的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场和对方的这种对话 没有控制住球权 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住 它是一个整体的优势的体现 韩国队在场上进攻的机会还是挺多的 在上半场他们总共有四次打正的纪录 不过韩国队实际直接威胁到中国队球门的 这种大的威胁的这个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再加上中国队的守门员汉加奇 在整个中超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 他遇到了多重的挑战 但是他一直把自己的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虽然球队的整体的战绩不佳 但是在痛苦当中我们的这位年轻的守门员却经历了非常充分的锻炼 场上基本上看到了都是韩国队进攻射门的场面 不过韩加奇在此之前的表现一直非常的稳定 对方的几个相对来说有威胁的射门都是他稳稳的把球给抱住 不光是扑出去主要是把球给摁住 这个应该说还是效果还是不错 当然在比赛的39分钟中队出现的这个失误确实是不太应该 这个助理裁判都举其示意韩国队的队员越位了 也确实曼泽诺显示这个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在全过程当中韩国队的越位的队员 没有对中队出球的朱晨杰造成任何的干扰 如果这个越位的队员上来对朱晨杰有一个抢位置上的这种身体干扰的话 可能他就属于卷入了比赛会被裁判组给吹掉 但是这个球纯粹是我们自己的失误 纯粹是自己的失误 这个球对于朱晨杰来讲不应该 但是相信一直关注这个年轻后卫的中国的球迷 对朱晨杰的个人实力应该还是有清晰的认识 不能因为这一个失误就让朱晨杰一个人背锅 今天的比赛中队整体实力处于下风 所以在场上一定会出现类似的状态 韩国队其实在上半场的尾程阶段还有一次破门的机会 只不过先是队长金珍珠在中路的包抄球踢刺了 韩国队再次在这个区域中队防守的左路这个区域形成了传中 在后点的投球百度 有金珍珠完成百度跟上22号全场勋的破门 这个球形成了单刀打门球进了 这是一个在中场左路的一个斜后的地管球直传 这一次中队可能在质疑对方的前方是有越位的嫌疑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球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还不越位 可能还不越位 正好这个传球是送到了中后卫和守门之间的区域 这个球的力量速度都非常的合适 那韩国队的前锋曹桂成打进了一个单刀 这个球对前锋来说就非常容易了 3比0 闪开角度打门 这么近的距离 守门韩家棋还是做出了有效的扑就 反应非常快伸手也很敏捷 一般我们经常说这个横传多了也会耽误战机 但是中国的今天甚至连横传的机会都没有啊 比赛结束 这场比赛最终是 123球员为主的中国队是0比3输给了韩国队 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 这个比分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分 中国队想要在本届端案杯上去打自己想要的东西呢 可能剩下的几场比赛还是挺重要的 不要想比分了 因为比分肯定都不会太好看的 也别太想场面 场面也不会太好看 但是呢在这种逆境之下 这支球队想要什么想做什么 这个其实还是挺考验主教练这个团队的 谢谢